高雄市政府宣布說 明年臺灣燈會在高雄 將會跟寶可夢來合作 在愛河灣來推出 高雄限定實體活動 好事實上在明年二月二十七號 所要舉辦的這個相關活動 全球只有在三個城市來推出 其中高雄就是其中之一 由於剛好也是在臺灣燈會舉辦 期間 因此到時候 可能又會推出限定版的寶可夢 預料將會吸引大批玩家 到高雄 為高雄帶來不少觀光效益 二零一八年 臺南市政府跟寶可夢合作的活動 因為出了不少限定版的寶可夢 短短五天在奇美博物館 跟臺南幾個重要的景點 就湧進超過二十萬的民眾抓寶 在當時掀起熱潮 如今高雄市也爭取到寶可夢合作 將在明年的二月二十七號 在高雄的愛河灣舉辦寶可夢活動 我會期待有沒有什麼稀有的寶可夢 我可以叫小朋友來看 反正這對他們來說 應該會很有興趣 不少民眾聽到消息都相當期待 這次寶可夢限定實體活動 全球只在三個城市推出 高雄是其中一個 而且剛好是在臺灣燈會期間 到時候應該也會推出 高雄限定版的寶可夢 預估將會吸引大批的寶可夢玩家 在燈會期間到高雄抓寶 全球也只有三個 我們這個是Live的 所以一定非常的有趣 我們也會做好準備 歡迎所有喜歡寶可夢的朋友 都能夠來到最美的愛河灣 市府也將配合寶可夢的活動 在愛河灣設立主題造景 跟燈會作品以及虛擬的補給站 透過虛實結合 讓寶可夢玩家到高雄抓寶 還能夠觀賞 具設計巧思的藝術作品 感受高雄的城市魅力 記者高瑞祥 高雄報導